大家都會覺得在啦啦隊上 就是要耗很多體力 但是同時也是我們女孩們 心理充電的地方 我私底下本來就是 大家眼中的開心果 然後本來就是會搞笑給他們看 也還滿自豪一點 因為我覺得我的鬼眼真的太臭了 她真的很希望可以符合大家的期待 那那一天就是 念華姐就是有跟她說 你要讓觀眾 跟著你成長的腳步走 你不要跟著觀眾的期待走 你會累心自己 然後那時候林翔就快哭了 我還有遇過朋友以為我們是花瓶 就拿加油幫你敲敲敲這樣子 欸 加油 殊不知我們其實是一個運動員 台灣拉拉隊真的是 奶超好動拼地 那加入拉隊之前呢 我其實是在拍廣告 電視廣告 然後或者是有時候接一些跳舞 跳舞的商演這樣 然後那些的收入都是比較不固定的 對 然後後來加入拉拉隊會覺得 比較有個定心玩的感覺 再來加速 我覺得 我真的有人在過程中 那邊